为假期 第29届沃尔沃中国高尔夫公开赛在深圳开打 中国军团对抗近百名DP世界巡回赛选手 一键连出现在业余配对赛赛场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高尔夫爱好者前来观赛 除了世界级赛事选拔比赛也将目光投向深圳 4月19号到27号 2024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深圳大运中心举行 在九天的赛程中近三万人自观赛 近千名运动员 教练员 体育官员相聚深圳 运动健儿们打破亚洲记录两次 打破全国记录一次 同时汪顺 张宇飞 叶诗文 徐嘉宇等人际选手 也带了一波观赛流量 同时 3月开幕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同样备受关注 深圳新鹏城的几场主场作战 也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支持助威 据不完全统计 2024年深圳举办重大体育赛事达到200项 深圳赛事活动持续升温 吸引了大批游客跨城买单 带动了周边住宿 餐饮等领域消费增长 如今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个赛事赴一座城 例如今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2024年F1中国大奖赛 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现场观赛 亚运会期间杭州接待游客总量达4,345.9万人次 带动杭州住宿 餐饮 零售消费489.6亿元 下面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高级研究咨询顾问刘建党 刘建党您好 为何现在跟着赛事去旅行热度很高 那么大型赛事的举办能够为一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些什么 为何体育赛事对于文旅的消费有这么强的带动作用呢 最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收入的逐步的增加 除了物质消费之后外 人民对健康对文化等分物质的服务里的需求逐步的提高 而赛事旅游呢 它综合了体育 健康 文化等多个元素 能够很好的满足人们最新的一个消费的需求 大型的赛事呢 这个城市的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呢是会给城市带来直接的一个经济效应 比如说赛事的举办 参赛人员以及粉丝 他们对住宿 参议 交通等方面呢 有巨大的一个需求 二呢是一个品牌方面的一个受益 大型赛事 特别是顶级流量人物的一个出场 会对短期内 对城市的人气的一个提升 和城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达到 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如何与举办大型赛事为契机来 构建文体旅融合的新场景 让赛事与文旅消费衔接的更顺畅 把流量变成消费的增量呢 这个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呢是抓流量 要争取顶级的赛事 以及顶级的流量人物的引进 通过做好赛事来为我们的企业爱好者 以及旅游者提供良好的一个服务 二一个呢是抓创新 鼓励旅游产品线路的一个多元化的 各性化的创新以及鼓励旅游企业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竞争 通过赛事通过IP授权来开展二次衍生品的一个开发 通过把赛事和本地的特色的文化 特色的景点来连接起来 形成良好的一个互动效应 三呢是抓协同 鼓励和周边的城市的旅游线路和产品 形成联动 形成合作供应 感谢观看